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李佩轩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被控企图颠覆选举结果 最高院裁决川普想部分豁免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今天九位大法官 以六比三的结果裁决 前总统川普可以主张 他在上个任期结束前 采取的若干行动 可想刑事起诉豁免权 这项裁决可能是 川普被控颠覆2020年 联邦选举结果的审理 进一步延后 这项裁决几乎终结川普 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前 接受审理的可能性 出于安全原因 PGNE恐关闭加州 一万两千户电源 PGNE宣布大约 一万两千个PGNE客户 被告知周二可能会断电 因为该公司正在监测天气状况 出于安全原因 可能会强制停电 可能导致公共安全电源 关闭的天气预报和模式 包括湿度低于30% 高温以及风速高于 每小时19英里 或战风每小时30至40英里 如果安全措施启动 将可能会持续到周三早上 FLIRT发威 洛杉矶县新冠确诊病例 持续上升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 与预防中心的数据 截至6月23日当周 洛杉矶县平均每天报告新冠确诊病例215例 高于前一周的154例 官方统计数字被低估 因为它只有在医疗机构进行的测试数据 加州新冠肺炎病例激增之际 该州废水中的冠状病毒含量仍然很高 FLIRT冠状病毒新亚变种已成为病毒株主流 加州汽油税今天起提高至每加轮59.6美分 加州税费管理局向公众宣布 自7月1日起 机动车辆汽油税将从每加轮57.9美分 提高到59.6美分 柴油税将从每加轮44.1美分 增加到每加轮45.4美分 总体而言 纳税人需要支付每加轮1.21美元的周税和联邦税费 自2017年6月以来 加州汽油税已增加一倍多 当时为每加轮27.8美分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